人生万变,起跌无常,风雨同路,与你同合 他十八岁,脚身由台山来到巴西 每次说起以前,我都想哭 我有没有来错 他寄人离下 我扣我,我爸的朋友扣不住 因为他一直在挽住我在这里工作 不到晚上的时候,都觉得很寂寞,很空虚 我以后的生活,在这里生活 是什么方向,我的出路在哪里 巴西吸引了很多不同种族的人来生活 当中包括来自中国的华人 历史上,在巴西的华人主要从事餐饮业 不过,近年有不少华人开始经营餐馆以外的生意 梅建红,阿红就是其中之一 阿红现在经营一间手机维修店 他每天都会接触到千奇百怪的顾客 客人是千奇百怪的 有些客人你随便说一下,他就相信你 有些客人说到天花龙凤了,他都不相信你 就算整好了,他回头来都是刁烂你的 你不知道每一个客人的背景,他的家庭是怎样的 那些吸毒的人,卖白贩这些人来到 拿一部烂手机来到,放在这里 我稍后一会来,我说你等一下,我稍后一会来 他本来就是拿一部烂手机来 他说你弄烂他的,叫你赔一部给他 这些都是打横打架来的,这些是打横来的 我说如果你不走,我就报警 他自己心虚的便走 看到这些客人的态度,我就祈祷了 事上为我的客人,为我自己的爱心和内心祈祷 我不想和别人有什么吵叫 因为做生意和气生财 就算你被你叫贏了,别人不会来的 因为被你和气这么粗魯的 自己就算虚无所谓,和气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相信你在这里生存 你和周围的人不和气,你没办法的 其实阿虹并不是一来到巴西就创业 他当初都是要寄人离下 回想起当年的种种辛酸,他也很感触 每一次说起以前,我都想哭 2011年,13月份,来到巴西的时候 哇,害怕我,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城市 全部都是街道,楼,很高楼大厦,很宽敞,很干净 但来到这里的时候,哇,屋子这么矮 那时候真的有一个疑念 我问我,有没有来错 阿虹来到巴西投靠他爸爸的朋友 在他的店铺打工 所有的时间都是工作 生活并不如意 一天这样做,原来我不适应了 完全没有时间再到 当时我超过12个小时,做什么福利都没有 又说做事慢,很多这些矛盾出现了 我过了半年,半年我说我顶不住了 我顶不住了,我要找其他的老板请我了 因为那时候出来是借了他们有少少钱的 然后他们说不行,我不放手,让你出去 如果你想出去,你一定要在你和我这里做完 还了这些钱,你才出去的 一般来说是还三年 我们自己给了一大半的钱 如果是公平公正的,最多是还一年而已 那时候我就要和他做了差不多三年 那时候一年差不多两年,一百年和他做的 那时候我的思想都很不平衡 那时候真的很苦悶 但是又不许泡沫,身上又没有钱 中盲盖债 我信得谁? 我爸爸的朋友扣不住 因为他是困住我在这里做事 我都找不到我以后的生活 在这里生活是什么方向 我的出路是在哪里呢? 那时候见到凡叔 来到第半年了,见到凡叔每天送报纸 送中信、后国这些 他给了书,我很喜欢看的 建虹呢 我探访的时候,他多数在厨房里面 有空的,可以跟他聊些 但是不能够时间长 因为老板就看着 为什么呢? 我不敢跟他聊天 因为我当时是在锤房里面 我在锤房里面 看不到凡叔在外面 凡叔的人很好 我好喜欢跟人聊天 漫长的生活各方面的事 有一天我自己有这个想法 我想去认识这个人 或者他可以帮到我在巴西 如果我不为自己想出路 没有人跟我想的 我还要问我老板 他问中国人救会在哪里 我想去那里 认识一下看中国人救会 应该是怎么样的 他们说很近的 只是在下面而已 有没有详细跟我解释 我自己玩一天 我说你们星期日 是做半天而已 星期日 他说 我说你们先回家 我说我想走一走 我自己走一走 这个时间很难得的 独自地出去的 那时候我不懂公共玩的 简简单单的 我在家里学了 我说救会是怎么说的 他说救会就叫做Iglia 我说我一直在玩救会 他说救会叫做Blocula Iglia 我学到这句话 我一直见到巴西人 我就问了 中国人的救会在哪里 我一直问 救会我知道 但是中国人救会我们不知道 那时候差不多是黑了 差不多傍晚黑了 我回回头 回头的时候 我遇到一个中国人 就是他 他就很幸运遇到他 他就带我回国会 回国会的时候 我很喜欢唱我的诗歌 每一次唱诗歌的时候 我都很开心 很放松 很安乐 就是这样 阿虹有机会接触到教会 并且在教会里面感受到关怀和温暖 他在那段时间 朱姐 焚叔的弟太 他就说 阿虹 你买这买这买这书 我免费 救你傍晚 阿虹 他就教我 做人的道理 他就教我 阿虹 你爸爸妈妈呢 不是巴塞 我和阿凡哥呢 就是你爸爸妈妈 那时候人债呢 都没什么零用钱而已 因为他给了三百元 我要自己 我不要用洗澡水 不要用牙膏 不是这个 都没了 差不多 阿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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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了 你又没有衣服 他说 如果你是 不是 是需要的 我有很多衣服 我有个儿子的 他说 因为我不好意思 我把他拿回教会 这样他就让我拿回家 除了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爱 阿虹更加因为健康的问题 而经历到神的看顾和信实 我吃了 吃了有个春山甲 原来我对这些这样的过满 我出过那些红点 在对夹那里出红点 他又不走又不吃 我出来这么久 我没有看过医生 我一次都没有看过医生 大概是 一个星期不看就不知道 一看就很糟糕了 他说 你这个问题 我们没有见过的 不知道你吃错了什么 你要去看那些专科 我说 我不是这么糟糕的 我就又联系朱脊 这个过程 最麻烦的是朱脊 因为朱脊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同样的事 所以我都要做 但是他们 都愿意拿这个时间 拿这些爱心 耐性 出来 跟我去看 是 我们 看完工立医生 我要带他去一个 专科的医生 看他的问题 要查他的病的问题 我们 我们 靠神 开楼 神职 看那个 整买书士 我们 我们公立的 给钱的 我们都要等 几个礼拜 一个月 整这些东西 他那个礼拜 已经有得整了 专科医生 都是很好 他都是 被我遇到的 又是熟神的人 我从来没有排队 我全部都是第一个的 第一个就是我的了 我每一次的时间 都不会排队 问朱脊 朱脊 他说 我一个月给几千元 那个医疗保险 我都还要排队 我很开心 我打电话回去 把我这个过程 全部广告给我的家人 给我的同姐妹 知道 我在北西 我信了耶稣 我很感恩 很感动 我那个时候 都没有想过 会遇到这些事情 会遇到我 有什么苦难 什么病痛 那时候想到 有朋友 在那里不行 那些所谓的朋友 不是朋友 全部都是 你有这个利用价值的时候 就是所谓的朋友 当你没有这个利用价值的时候 什么都不是的 当我回到教会的时候 教会和那些大兄姊妹 和那些感情 和那些友谊 完全不是好像 外面的人 这样 所以我一直 那时候 我就下定决三 这个三 是我这一生 唯一以求的 我是信求他的 表演說 我认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来他有机会创业 在经营生意的过程中 他经历到神一次又一次的帮助 最深刻的就是这个 因为他在这里弄了一部手机 放在这里大半年了 他不来拿 其实是两个月而已 过了这两个月我就不带保重 我就不同意 我就拆回我的零件出来 这部手机就算是拔掉了 我就把小脚给他拿去 但那些打横来 他不和你了解这些 他来到这里就要拿手机 我说没有手机给你 我又玩玩玩玩玩 都随便拿回一部给他的 他说这部手机不是我的 我说我要去哪里救你 我说你去可以了 你去可以了 他真的去 消费者投诉的部门 他寄了一张照片给我 我说我很害怕 这一次我就害怕了 这一次我从来没有遇到这个 小脚这样的 在这里有个市议员 市议员 他爸爸跟我很合适 因为他经常来我这里买东西 做手机 买充电器 买东西 我就去那个市议员 他爸爸家 我问他 Sou Sou 你帮我看看这封信 我不知道这封信是什么 他说阿虹 有人在这个部门告你 说你拿了他的手机 你不给他 那么你要在这个时间段 你要在这个部门这里报道 你要跟他们解释 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要找正人 又要找那样找那样 证明这部手机是半年前 半年有多了 来到这里的 那么我说 这部门我不知道在哪里 我说简正神 那个市议员 他爸爸呢 很好人 他是做了那个什么 什么 三藏大桥呢 他就还背着一个机器 和我 还开车和我去 他说很怕别人勒索 我又要陪一部手机 他首先带我去那个部门先 先报道先 和他说了一番 我一番说 你要去玩这个律师 我说 玩律师要不要付钱的 那些律师一出手就很重痊 你会不会付钱的了 是吧 但是这个当中呢 我都时常 祈祷我神 保守这件事 不要 让我唯一可以生存的东西都没有了 不是我又要回去和别人打工了 他那个市议员的办 又车我去那个律师那里 他那个律师那里 他说不用怕 你放松 你慢慢跟我说 看看究竟这件事是怎样的 他整好 上三页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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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律师真的很好人 我从来没有去过 他那个律师那个办公室 是那个律师来这里 因为他那里要车费 要要时间 我有尝试过去找其他的律师 其他的律师最低都要拿五百元 整件事的 我说我不收你一元 一元他都没有收我 但是我都要去买一瓶红酒 很贵的红酒给他 他说你不需要买这些给我 你照顾好你的生意 照顾好你自己就可以了 哎哟哟 你知道吗 这一刻呢 我从来我不觉得我自己孤单 我一直深深地相信 这些是神祝福感 是神保守感 凡是投诉的 就是巴西人 图诉中国人 10成10都是巴西人 贏的 人你要陪他 其他人 因为它巴西人 帮回巴西人 如果我阿豪不去找那個市議員 他是爸爸 這件事不是這樣的 你一個中國人 又沒有什麼恩惠 給這個社會人家做什麼幫你 如果人家肯幫我 都是因為這個叔叔 又是因為他有個女兒 在市政府那裡工作 這樣一環扣一環 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從來都沒有 認為我自己厲害 又不是有什麼出色的風味 我最厲害的是信了神 在人生中最值得阿雄感恩的 是有機會認識主耶穌 更因為信靠神 而享受到苦盡今來的滋味 初初的時候我就覺得苦 但是現在我感恩 因為我經歷過這些事情 但是神一步一步 然後這樣把我玩回自我出發 最初我們去探訪的時候 看到他一個人很落魄 或者是沒有起落 以前被人家失敗了 不要跟別人接觸 頓頓地 那一個人好像很冷漠 但是在他經歷到 他認識神的時候 完全是不同了 阿雄感受到 人的愛 人的愛人的對他 都沒有體驗不起他 然後他的主張心越來越好 我本身我個人的性格 我是很開朗的 很好笑的 我在每一班人的當中 我很活躍的 我從來不知道什麼是叫自卑的 因為在中國的時候 我沒有去面對什麼風浪 我有爸爸 有媽媽 有家庭 需要什麼 我就叫我爸爸拿 但是我來到巴西三年 我不覺得我變了 都是人家看我 變得我變得自卑了 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梵叔叫我 你要這件事 你要回去跟你老闆說 梵叔我不敢說 你跟我說 沒有信的話 我的人生很黑暗 或者我會變得很滑 因為巴西這個環境 不是很單純的 因為巴西什麼都很開放 讀品 嫖子 肉賭 我有很多的朋友 未信主 他們都有很多這些壞的習慣 但是我感恩 神從來 不會讓我行錯一步 一步都沒有行錯 一個基督徒 很多時候 我自己本身也試過 高高低低高高低低 有時被困難阻礙我們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 出不了困難的瓶頸 出不了 就會掉下去了 當我最初一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很勇敢地踏出一步去玩救會 是我最值得驕傲的 不是我來到巴西 我找到多少錢 我又認識到哪一個很大粒的人物 不是這個 在這裏我來到今年大九年 有很多人 他想害我 但是有很多人想幫我 想說你不用怕阿熊 這些不是因為我這個 完全全然 當你信了神的時候 願意接人代曼 別人看到你這個人 心中有神的愛 你是一個老實的人 你的客人知道 你這一方面是軟弱的 別人知道你是一個好人的時候 別人是幫你 我很怕如果我沒有遇到我 梵叔 沒有遇到救會 如果我沒有勇氣 走出第一步的時候 我不敢想我的人生 是怎樣 我很害怕 神給我的這些恩典 我會錯過 原來我的人生是這麼豐富的 原來神 你看不到神 但是你感受到每一件事 有神的同在在當中 原來每一件事 是有信心去信靠神 就可以了 那個結果神會負責任 所以最蒙福的 最蒙福的是我們基督徒 是我們願意 神我願意相信你 感受到我 每一天 感恩 祈禱 信靠 和信心 這樣喜樂 就自然回來的了 看見充滿喜樂 勇於面對困難的阿紅 很難想像他曾經都有落魄 自卑的一面 他生命的改變 是由勇於尋求神而開始的 靠著主耶穌的恩典 不斷信靠他 讓阿紅不但找回自信 更經歷到生命的封城 多謝大家收看《恩與之聲》 如果想更多了解這個節目 歡迎打來我們的熱線電話 3106-4444 或者瀏覽我們的節目網頁 歡迎收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